大家好,我是Paker S.O.H. 今天講一件跨的AVS 順便講一下自己的AVS設置 AVS是宿舍,長者就是Adaptive Fast System AVS簡單來說就不是一件Fast System 是一個系統 譬如你和JPC 2.0的系統不同 2.0和1.0的系統 你一講出來就已經是那樣的最基本的形態 但是AVS有很多不同的配件 就以自己任你任執 我等下講一下自己AVS有執了哪幾件 之後再講一下其他拋處和設置 我之前做JPC 2.0和Temperage Gear那件LPC PC 都提過了 LPC PC是最輕型版本的PC 而JPC 2.0就是比較中型的loading 而AVS是一個最重型的loading 所以我現在做了一個最重型的設置 基本上是什麼都達成了的設置 好,那由版先講一下 AVS有三隻版 一隻是Standard版 一隻是Swimmer Cut 而第三隻是NBAV 至於這三隻版哪隻比較好呢 個人喜好 如果你要跟某些部隊 可能要買NBAV 我個人就不太喜歡NBAV的cut 如果Standard Cut和Swimmer Cut 我個人就比較喜歡Swimmer Cut 因為Swimmer Cut這些位置就比較切 看來我的手動動的時候就比較方便 我平時收拾的設置都不跟任何部隊 是純粹自己覺得漂亮或者適合我用 就去砌下去了 所以首先版呢 我就用了Swimmer Cut的中版 自己亂玩的版 Swimmer Cut就比較難 即是玩的版 Swimmer Cut現在就比較難找 我之前用Amazon的海綿版 自己再剪回Swimmer Cut出來 但我發現那件版太厚 就不是騰劇 就不是太舒服的 我現在還有PTS的中馬的Savvy版 因為它是軟海綿版 所以剛才形狀一點不適合 我都可以照對這個版 那就是比較舒服的 那版之後呢 就要講一下我覺得是AVS的靈魂 那就是中間這件Harness 那這件Harness 那這件Harness就連接前後版 那如果沒有這件Harness也可以 它本身前後版有一個Solar Strap 那你隨便找一個Commerbun 連起來就可以做一個簡單的PC 那這件Harness最主要的用途 就是幫你射力 還有可以揹些重的東西 長時間都不會過得太痛的 那Harness後面我再加了這隻PAT 那這隻PAT 那這隻PAT 即是戴了和沒有戴 其實我覺得沒有什麼分別 感覺不到的 但是就吸少少汗 就讓它不要黏 即是不要吸小汗 就是不要吸小汗 還有它有少少 那位叫做偷氣少少 那如果你想純粹找東西 來隔著一塊PC 同時一件衣服 讓它不要吸汗 那其實PSI那隻洞 或是PAT 或是另外一款 或是什麼 可以看照片 那一款前後版的效果會比較好 那Harness 但我覺得有一個設計 我覺得是少少招頭的 那我現在給你看看 那想揭開前面 那前面這塊Flap 都可以 之前介紹過的就是 新的彈性Flap 那如果你想把Ply Card 你可以加一個扣在這些位置 或者買AXL那隻Adapter 來放不同的Ply Card 那好像平時一樣 撕起這塊Flap 之後就拔那個CumberBun 那你看看 那Harness和CumberBun 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那Harness其實插入裡面這個洞 那如果插入這裡 如果你沒有CumberBun的話 那它會容易掉 那它可以說你這個Harness 這塊Flap 就穿過去 這裡這樣扣的 但是你穿件Bass的時候這樣扣 基本上你是做不到這個動作 就算你做到也是比較麻煩 那但是如果你選擇把Harness 插入現在CumberBun的話 那如果你有好像我這些Pouch 那揭的Pouch 那你的CumberBun上面再拿過去 包著的話 那就會揭不到這些袋 那如果Pouch上了 譬如那些3帶的CumberBun的話 那那些CumberBun就不夠硬了 因為你看看這條Harness 都很硬的 那就會變成沒有了 射力的效果 那射力最好其實都是上Pouch 這個Harness 那所以也是這樣的緣故 那我這些 插入的袋 我就把這條帶 我純粹做單帶 就從Pouch底來穿過 那穿過去 這裡插進去 那你翻起來 那我就可以做到一些 揭起的Pouch在旁邊 它其實唯一這條東西是小拆頭 那當然啦 你這些Pouch 如果不是太重 那你照上在外面3帶的CumberBun 其實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但是就變成了你一脫的Flex 那時候呢 即是旁邊兩樣CumberBun就聚了 那現在就算脫了 那所以拿起的Flex 它都不會怎樣 對 因為我現在這裡都賣了一個Tornado 2 也不輕的 那上次也說回肩膀帶 那原先跟的肩膀帶呢 就是一個彈性的套套 那我之後這個就是另外再買的 它叫Tri Flow 那隻三折的 Pouch Pouch 它是純粹 譬如我穿喉穿繩 那我三折就方便一點 還有它後面就 就有些少Pouch 就比較舒服 但是你們要留意 Honnas的Soldershap 就是比平時的Soldershap 比較厚很多的 所以之前買了一對Fairwood的Soldershap 給它用 誰知道是比不上去 所以最適合玩 都用回自己的AVS的Soldershap 那反過來 這隻如果用回平時的Flex 就會闊過頭 就不會太適合的 好了 AVS後面都是照舊 都是兩條拉鏈 可以上不同的Pack 那如果你不上Pack 後面就全版都是Moly 可以上不同的東西 好了 AVS的結構大致上那麼多 那現在說一下自己的Setup 那先說一下前面 前面這個位置 原先是一個貼的I'm in Pouch 那我現在就加了AXL的拉鏈 但是就方便開拉鏈來拿 這裏的東西 那AXL都可以留下 那AXL的Fans 他們就做很多不同的附件品 就給AVS、SS、Chessway 和JPC那些東西 就可以有些不同的東西 叫做幫你upgrade件的 那我這個Pouch 平時我自己就放電話多 那我其他就不太多 那我其他就不太多 那接下來我自己的JAN 那這個就是BTT 那這個就是BTT 那然後就是剪刀 就是COSPLAY用 那前面剛剛說 彈性3MAT 那下面這個呢 就是TURNICKE 那其他都是COSPLAY 那還有TURNICKE 就是用BOOFORGEGEAR 這隻HOLDER 來保持住它 那這個土豆袋 就是FARO出的 那我平時它在這邊呢 那我首先就是裝 個SPEED LOADER 還有GALHOB的6個時 那看左邊吧 那左邊這個VADEO POUCH 就是SNS的VADEO POUCH 那遲些有機會會轉回另一隻VADEO POUCH 那就可以低回一兩吋 那變成它就不會太頂我自己的 那剛剛看回GAREN THUM的影片呢 那它的VADEO頂位 和這個MAT差不多是平排 那它就用了一塊的VADEO POUCH 那我遲些可能都會買來試一下 那我把它坐低一點 那走線呢 我通常是會 這裡下來 那我進了一個FARES 因為它裡面還有一個 袋書袋 那進了裡面之後 那裡面再繞一圈 就是這個MAT 在FARES後面出來 那我純粹捲一捲 這樣插進去 那這個位置呢 就有少少頂這個MAT 但是慣了就都可以的 因為你看它 這個MAT突出來都是突出了少少少 那因為這個FARES的彈性都好少少 那如果你硬身的那些 譬如你ASTEK那些 就會比較卡的這個位置 而另外去耳機條線呢 那我就走下面 就穿上去 就上到來這裡呢 我就會 扣住 肩膀帶裡面 這條帶 因為這裡有一個刀 扣的 就可以扣一格MODE 那我就扣住這裡 那這個 這條帶 到時候我在胸口前面 再上去左右耳 那我現在就 為了保護這個Headset 就收了一個MAT 裡面 因為通常我打 但在遊戲前 我會組裝好 整件FARES 拿去 一穿上身 就完成了 好 那再去啦 那這個就是Bluforsier 40mm Grenade Launcher 但我裝什麼呢 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 這個XL Burst 的震撼彈 而另外呢 我會裝 Netherman的 Multi-tool 那我發覺 這兩件東西 都剛剛好裝到 40mm 那如果你不玩 這兩樣東西 那你打 例如你40mm 就裝兩顆40mm 然後這個就是 快一個GV Pulsar 這個像是6x6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它最小的 那它裡面裝呢 我就裝 這些 這隻碟 就是XL Burst的 換那隻碟 那之後就是 射油器 和Curman片 就是旁邊那部機 還有戴定蚊膏 雖然有蚊膏 但是平時都會 塗一點 到新的那裏 那這邊 那這個就是 5x6x6x2的袋 那它的袋 就看看跟誰玩 如果可以戴Grenade 我平時會用Tornado 2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我有時會不裝東西 或者多裝兩個甲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 七甲的config 那就可以少一點reload 那中間這裡就沒事了 因為有時候 你右手長的夾著 那就可以夾扁一點 這個位置 然後後面這個就是 Bulgorskir的Bubble Pouch 就是之前都說 iFed說過的 就裝簡單的 急救東西 就是一些 alcool pad 鹽水斑帶 膠布 那最後就是 這部Curman機 Curman機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它有夾的 就純粹夾著 它剛剛有條帶 有一個hyperlone 位出來 就純粹夾了那個位置 那就可以去到後面 那我先把兩個球器貼上 那我和平時的銀包鎖匙 都會放在GP Pouch上 那這件呢 就好像剛剛秀 猴了很久 就剛剛收回來的 CPad 1.0的中碼 我之前都有一個CPad 2.0 但是我覺得2.0太大 而且2.0的分別 除了這個位置 1.0沒有failcode之外 1.0和短了一點 短了這個位置 就2.0有兩個可以打橫的 Map Pouch 所以變相2.0的袋也比較大 但是因為2.0的袋子 我覺得太大 而且都裝不太多 所以我個人就喜歡1.0 1.0多一點 那你會看到 這個都是裝水袋為主 水袋 我現在是3L來的 但現在不要入3L 所以入了2L 但香港地來說 其實水袋 我覺得1L都夠 因為你回休息區 其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 那我之前買3L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買3L 那開拉鍊 這個袋入了2L多 因為它也挺滿 水到這裡 那我之前就 這個 那我多數會 買 那 那除了水袋 就要拿這個review 那這個review 就是 用來review水入的水袋 那因為有這件東西 那其實你不用太大容量的水袋 那這件東西 那怎樣用呢 就是你這條喉 這個飲水位 換了之後 你的水瓶咀 吸緊了之後 吊瓶 一支 好像吊鹽水 那水就會灌回袋子 那裡 所以你換水 基本上就不用開袋 也換到水 那這件東西剛剛放在這裡 那平時大遊戲 都多數放在這裡 那方便拿出來 來針水 那我去帶了多支 肌肉噴劑 原防抽筋都用 那支噴劑 因為現在剛剛搬出 桌子屋 不知道它在哪裡 那我隨便拿一支 就當這支噴劑 那支噴劑 其實我平時喜歡藏在裡面 那我用才拔出來 那我之前就有一些扣 就夾在外面 但是發覺 有時候你 就是右手 動動 舉槍 放槍 都有時候會發來發去 就比較不方便 所以我平時都會藏在裡面 那都是那一句 這個去到最盡最盡的loading 那平時 你不用帶那麼多東西的話 其實可以不用裝那麼多東西的 那我之前還沒買sip pad之前 那我部機器和另外一隻 GP Pulser 放在後面 那其實都夠用的 那我裝回sip pad 因為自己的sip pad 比較好 所以那部機器就放在前面 那講多一點點AVS 那它還有一隻 customization kit 那我之前都買了 那譬如它這些快刷就單球 那它跟多一個球 可以做兩邊的快刷 那但是我個人覺得 單邊快刷比較好 那還有之前呢 這條帶我是用一個 這個pad 扣的上落方式 就比較快一點 方便一點 那我發覺呢 就是那個pad 扣的話呢 它始終有個位置 是會有一些空隙 就 就是入得不到最密 所以就最後都拆了 那它跟著那條帶 就是 沙式帶來而已 那這條迷祭帶 就是自己 之前的JBC 剪下來用的 那它卡住了幾個東西 包括剛才說 有兩條帶 扣下來可以裝不同的plot card 那它後面這裡 就可以再裝不同的扣 在後面 等到那條key geben手開 groove 那最後就是 pontoов prestige 結果這就是 여기 跟我們分享一下自己的收拾實ị 影片啦